这是一部今年震惊世界的印度科幻电影 上映仅三天时间 就拿到了全球票房冠军 全篇167分钟每一帧都是极致的特效 它就是被称为保莱坞寻仇者联盟的梵天神奇 在喜马拉雅山深处的影修院里 你熟悉又陌生的印度队长和蛇眼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其小孩在家长的鼓舞下将零分试卷销毁 翠绿女巫专心致志地研究着植物 无所事事的牛巨人更是喜欢和货车角力 影修院是影视组织梵天圣教的总部 从古印度时期流传至今 他们利用上天降下的神光 锻造出了各式各样的法宝 同时他们也肩负着 守护宇宙最强的神器之主梵天神器的职责 可是在30年前 圣教中一位年轻的天才大夫打破了这一切 区别于其他圣教中的守护者 大夫对法宝的痴迷让他追求更加强大的力量 哪怕是掌握了多种法宝和神力的他依旧不满足 最后更是盯上了圣教核心的梵天神器 为此 他不惜打败了圣教中的所有理事成员后 成功地盗取了神器 也让几百年的时间里梵天神器第一次被唤醒 为了彻底掌握神器的力量 大夫不惜毁灭全世界 但在最后一次神器的争夺大战当中 他还是被昔日的爱人 同属圣教组织的瑞塔所击败 大夫被他所封印的同时 梵天神器也被打碎成三块碎片 等到大战结束后 剩余的教众却只发现了其中的两块神器碎片 就当他们都以为大夫和瑞塔在大战中同归于尽的时候 时间也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三十年 两名杀手突然找到了身为著名科学家 同时也是神器碎片守护者之一的圣教成员 杀手一言不合直接动手了 但拥有神侯法宝的他当然没那么容易束手就擒 神力加持的他瞬间飞烟走壁 敏捷到子弹都追不上 细耍完两名杀手后 科学家也玩累了 只见他半跪在地激活所有的神力 在杀手赶来阻止的前一刻 飞跃到了半空中逃走了 等到两名杀手不甘地离开后 回到家的科学家第一时间检查神器碎片 但真正的危险才刚刚来临 杀手的首领竹龙去而复返 只是一击就控制住了科学家 随后成功拿到了第一块神器碎片后 通过对科学家的心灵控制下 也了解到了第二块神器碎片 掌握在一个艺术家的手中 然而此时发生了一切 诡异地投射到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脑海里 此时的阿强还不清楚自己的命运即将被改写 作为印度百大DJ的D101人 工作中的阿强无意中见到了心中的女神阿珍 不知道是见色起义还是一见钟情 阿强发现他只用了一眼就爱上了美丽的阿珍 而见到阿强如此不走寻常路的搭讪方式 阿珍也对阿强产生了好奇 附加乖乖女的他 似乎天生地无法抗拒阿强的非主流气质 随后在阿强的盛情邀请下 阿珍也来到了阿强从小长大的孤儿院 在经过一场显得有点尴尬 又有点自然的印度特产歌舞后 他们的感情经过漫长的0.5个小时又再次升华 了解到作为孤儿的阿强从小坚强乐观 长大了更是担负起整个孤儿院的责任后 痛哭流涕的阿珍也无可自拔地爱上了阿强 眼看着氛围即将到位 两人的手情不自禁勾搭在一起的时候 窗外一道莫名的火焰迅速朝着阿强起来 随着阿强松开阿珍的守候 又消散得无影无踪 莫名其妙的阿珍刚想关心阿强时 阿强的脑海里开始闪过科学家 被竹笼控制逼问的画面 惊恐之下的阿强直接甩开阿珍跑开了 随后他又看到了科学家为了阻止自己 透露更多的情报 从高楼一跃而下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天在楼梯间醒来的阿强 只当是做了一场噩梦 收拾好思绪后 他立马准备找到阿珍道歉 但让他怀疑人生的是梦境 竟然真的照进了现实 看到新闻上最新报道的科学家 跳楼身亡的报道后 阿强终于意识到 昨晚梦到的画面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随后他找到阿珍 道歉之下也交代了 发生在自己身上诡异的一切 因为爱情 阿珍毫不怀疑地选择相信阿强说的一切 听到阿强中二支魂上身 决定前去拯救即将被杀手 找到的艺术家的时候 恋爱脑的阿珍也决定一同前往 可刚到达艺术家所在的城市 阿强就看到了一同赶到的竹龙和杀手 赶在杀手找到艺术家之前 阿强抢先一步告知了 艺术家他脑海里看到的一切 楼下等待的阿珍却被杀手发现 赶来救援的阿强 被拿到神猴法宝的杀手 直接按在地上好一顿摩擦 危机时刻 却是艺术家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 子弹直接命中了艺术家的心脏 但倒地的他下一秒就睁开了眼睛 阿强定睛一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绿巨 不对 牛巨人 随后看到首领竹龙也赶了过来 艺术家一个旋转跳跃后 打通了地面带着阿强阿珍直接离开了 路上他告诉阿强 他要尽快地赶到影修院找到院长鼓入 行驶到半路 阿强脑海里再一次出现了幻觉 这一次他看到了一个神秘的雕像 似乎正在慢慢复苏 同时顺着红色石头的力量 他也发现了身后尾随的竹龙和杀手 眼看无法摆脱追击后 艺术家将神器碎片交给阿珍 他选择完成自己守护的使命 独自留下阻拦杀手 抱着必死的决心 艺术家默念着专属咒语激活了法宝内的所有神力 接着飞快地朝着高速行驶的货车奔去 牵牛之力在身后觉醒 他凭一己之力成功地扛住了卡车的强大冲击 可正当他一鼓作气将卡车推下悬崖时 醒过来的杀手直接开枪了 无数的子弹射进艺术家的体内 最终他还是不甘地倒下了 这悲壮的一幕也同时投射在了阿强的脑海里 似乎是阿强给予了艺术家力量 艺术家身后的神牛虚影再次重现 他一声怒吼用尽了体内所有的力量 带着卡车一同坠下了悬崖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还沉浸在悲痛当中的阿强也被另一个杀手追上 尽管阿珍第一时间将油门踩到底 但还是被神猴法宝加持的杀手追上 直到最后阿强利用杀手的视觉盲区 在坠入悬崖的一瞬间 带着阿珍跳下了车才彻底地摆脱了危险 缓过神后他们才发现误打误撞之下 已经来到了影修院的门口 阿强翻入门内刚准备给阿珍开门 刚摔下山崖的杀手又坚挺地爬了上来 看着杀手静直地朝着阿珍袭来 焦急之下的阿强再次激活了体内的力量 身后的火焰瞬间随着他的指引包裹住了杀手 院内的院长古鲁 察觉到能量波动后也看到了这震惊的一幕 随后阿强将另一只手摊开 火焰直接将杀手推入了悬崖 等到院长前来查看时 阿强已经立节晕了过去 画面一转 幸存的竹笼来到了神秘的山洞内 原来这一切都是被封印的大夫所谋划 为了破除封印他指引信徒竹笼寻找神器碎片 听到竹笼遇到阻碍后 他更是赐予了竹笼无数蕴含他神力的石头 所以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袭来 尹修院这边院长也通过阿珍意识到了危机来临 等到阿强醒来的时候 就看到尹修院所有理事成员召开的紧急会议 随后等到院长古鲁从阿强口中了解到所有一切后 立马派人带着阿珍去取回阿强家里的物品 留下来的阿强在寻仇者联盟的引导下 尝试彻底掌握体内的能量 但不管他们如何尝试 直到睡梦中的他脑海里闪过阿珍遇险的景象 幸好在早有准备的圣教成员的拦截下才有惊无险 等到阿强醒来后慌忙拨通阿珍的电话 时好时坏的信号 让阿强焦急之下再一次地激活了体内的能量 院长古鲁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在他的耐心引导下 阿强才终于打开了一直封闭的内心 原来他无法控制火焰的原因是源于小时候的一场噩梦 在画面里 他清晰地看到小时候母亲被烈火夺去了生命 所以他一直认为是他的原因害死了母亲 从此之后他开始逃避抗拒体内未知的火焰之力 直到遇到阿珍后 他体内沉寂的能量才开始逐渐觉醒 听到这里院长尝试打开阿强的心结 终于 阿强彻底地征服了内心的恐惧 等到他彻底地掌握熟悉了体内的火焰之力后 院长古鲁也终于告诉了阿强他的身世之谜 古鲁猜测阿强正是大夫和瑞塔的儿子 因为在见到他用出专属于大夫的火焰之力时 古鲁才意识到30年前的大战后 瑞塔的消失是为了将刚出生的孩子抚养长大 竹龙的出现也代表大夫并没有死 而是最后时刻被瑞塔封印 听到这里的阿强依旧不敢相信 直到阿珍拿回了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 利用血液激活竟是最后一块神器碎片后 阿强才不得不承认这荒诞的一切 此时 院长也开始将整个影修院转移 当他们收拾好所有东西准备离开时 竹龙控制着守卫还是找到了影修院所在 毫无准备的他们直接被无数守卫控制 阿强更是直接被打晕 竹龙成功拿到了除阿强手上的其他神器碎片 等到阿强醒来后 古鲁告诉他大夫的力量只有他能够破解 于是阿强带着最后一块碎片找到竹龙的同时 偷偷解开了所有人的束缚 趁着竹龙被碎片吸引了目光 他立马用刚掌握的火焰之力开始反击 强大的火焰之力成功阻挡了所有子弹的伤害 专属于他的神力投影也渐渐成型 眼看情况即将失控 竹龙第一时间召唤出大夫掌控的水之神力 利用属性相克之下 阿强逐渐成型的神力投影还是被熄灭了 话音刚落 解除束缚的寻仇者联盟终于火力全开了 阿珍也趁机在阿强的掩护下 抢过另外两块神器碎片开始疯狂逃离 随后竹龙命令守卫限制住阿强 独自一人朝着阿珍追取 等到阿珍来到悬崖边上 会合了拿到最后一块碎片的奇异小孩后 及时赶到的阿强用火墙阻挡住了竹龙 谁料竹龙毫不犹豫地选择献祭自己 召唤大夫的全部力量附身 更为强大正宗的火焰之力出现 阿强直接被沉重的父爱压弯了腰 竹龙转身一步步朝着阿珍靠近 就在阿珍即将被逼退掉入悬崖时 解决完守卫的寻仇者联盟适时赶来 舍眼将奇异小孩的法宝 精准地射向他的手里 随后还没反应过来的竹龙 就被他控制着丢下了悬崖 阿强也在院长的配合下 合力解决掉了剩下的唯一一个杀手 可事情还没结束 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 竹龙继承杀手传统也从悬崖爬了上来 用匕首直接插进了奇异小孩的身体 接着又抢过阿珍手上的神器碎片 随着最后一块神器碎片的融合 梵天神器再一次地被激活现实 天空中一道耀眼的金光闪光 一股蕴含着全宇宙的终极力量出现 整个山脉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濒临破裂 院长意识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了 但阿强看着山顶上的阿珍并没有打算放弃 他奋力地来到山顶后 在焚天之力降世的同一时间 阿强用尽全力拥抱住了阿珍 爱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 在焚天之力扩散的同一时间 阿强体内的火焰之力不受控制的迸发 牢牢地将阿珍保护在胸前 随着阿强的一声怒吼 他成功地用火焰之力拿到了焚天神器 下一秒毁天灭地的焚天之力彻底被阿强掌控 整个世界一瞬间恢复了平静 这场战役终于彻底地结束了 此时的他们并不清楚 神秘的山洞内被封印的戴夫 凭借着梵天神器扩散的力量 彻底地破除了封印 这意味着新的战役即将到来